雖然6號凌晨還下著雪 但清晨升起了太陽 讓荷歡山美麗雪景 揮別過去幾天的天氣惡劣 可輕易的從武林望去一覽無遺 而殘血車也忙著進出 要開出一條安全的道路 今天這個狀況是可能 每一個遊客的話可能玩到很盡興 應該不會塞車了 這個時候是最棒的 因為剛好又沒有下雨 然後天氣又暖和起來 在絕佳的天候環境下 到訪的遊客擋不住 不可思議的白雪魅力 享受著不同玩法樂趣 有人一早凌晨就出門 就是要目睹這雄伟的雪山美景 沒有辦法形容 真的超美的 對啊 有點不太想下山 我們半夜大概4點的時候出門的 今天特地小孩子都請假都上來 比較好玩 也比較漂亮 而在另一處 有新人拍攝婚紗照 忍受-2度的低溫考驗 堪稱勇氣十足 就這樣這樣子拍婚紗 有沒有值得 好棒 謝謝啊 現場工作人員表示 天氣晴朗是不是會帶進賞雪人潮 不過還是要提醒 散散遊客的車輛 還是要照規定掛上雪鏈 確保人車安全 原市新聞 南投人愛採訪報導 旅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